特斯拉柏林超级工厂举行了开放日活动 全新改款的Model Y也出现端倪 我们知道特斯拉是在不断以惊人的速度创新迭代中的 这不单指的是车本身的迭代 还包括了软件以及工厂 也就是制造方式的不断迭代 目前柏林超级工厂已经建设完成 随时可以开始生产 可以说是万事俱备 只欠政府批文了 这里将生产最新版本的Model Y 那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揭秘 最新版的Model Y运用了哪些新的技术 相比Fremont和上海工厂的版本有哪些的改变 并且带大家一探柏林超级工厂 这一期很重要 这代表着特斯拉的最新动向和技术路线 因为这些技术会迅速的更新到各个产品上 这又是一集干货满满的影片 有很多的细节和有趣的点跟大家分享 很多的画面也是第一次曝光 这是科技爱好者的盛宴 对于造车新势力也是价值连城的影片 那频道的老铁先把签到打在公屁上 我们这就出发 哈喽大家好我是VM 柏林超级工厂45秒就能生产一台Model Y的车体 柏林是上海工厂之后建设的 所以造车的方式又经过了迭代 并且柏林有电池工厂生产4680电池 在这里生产的全新的Model Y 又是一辆可没换 内部全部更新的量产车 最近老马总是念到的一句话就是 Prototype is easy Production is hard 造原型车很容易 量产非常难 那嘴上喊着难难难 但它建了一个又一个的工厂 将一辆又一辆几乎不可能做到的车量产 你可以理解它这是在炫耀 为了制造一个机器呢 特斯拉常常必须创造另一个机器来制造它 用老马的话讲就是 We made the machine That made the machine That made the machine 这话绝对是高层次的装逼 但确实也无法反驳 因为确实牛 把吹过的牛都能变成现实的男人 那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相信很多人会以为是投影仪投出的画面 其实这是特斯拉最新的大灯投出的影像 老马说 采用了精密的LED技术的新大灯呢 它可以很亮 却不会对一面而来的车辆 行人和骑车的人造成炫目 由于可以精确地控制照亮的范围 后期通过软件升级的玩法就更多了 比如在前方投射图案或者字幕 比如可以跟随道路的曲线 重点照亮行车的路径 在变道或者转向的时候 可以照亮相应的路面 甚至可以结合FSD投射一些信息 还要啥抬头显示 再来看一下4680的电池 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电池本体 以及封装结构的实物 这些是不同规格的电池 可以直观地感受一下不同尺寸的变化差异 相信很多人都在等待4680电池的到来 其实1865 2170 4680并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 不同的电池对应的特点不同 那将1865 2170更换到4680 最重要的是为了降低成本 我之前的节目里也说过 不管是1865还是2170还是4680 本质上只是不同大小的容器 电池的化学配方和生产方式 都是在不断的升级的 最新的Plat版的Model S 使用的仍然是1865的电池 这就是Model S Plaid的最新电池包 它的封装方式已经与老版的Model S 和X的电池不同了 跟Model 3和Y类似 但似乎又采用了跟4680类似的激光焊接 我们一会儿再来详细看看4680的封装结构 我们知道 原柱体的电池的直径越大 使用的外壳材料以及辅料就越少 因为相同的电池包 电池越大 使用的数量就越少 那制造的时间或者说效率就越高 这样就极大的降低了成本 但也不是电池做的越大越好 电芯的大小与车辆的续航 和成本的关系是这样的 4680的电芯相比2170 在容量上提升了5倍 输出功率提高了6倍 给车辆带来的续航增益是16% 但是电池越大 散热的挑战越大 电池在急速充放电的时候都会放出大量的热 电池体积越大 热量聚集在内部就很难传导出去 虽然特斯拉采用了创新的无极耳 或者说是全极耳技术 将本来圆柱电芯上正极突出的小圆柱 扩大到整个正极面 减少了电芯的电阻 增加了电芯的导电面积 从而有效降低了充放电池的热量 使得4680电芯的充电速度几乎可以和2170媲美 这就是无极耳的样子 这是1865和2170电池展开后的样子 4680展开会更长 这是4680用到的铜卷材料 12000米的长度 这是4680电池的最新变化 在这个无极耳的位置设计了一个类似弹簧片的金属结构 我目前猜测因为电池中的硅受热会膨胀 类似这样的弹簧电片就起到了很好的固定作用 同时有助于过滤机械振动对电芯造成的冲击 增加电池的寿命 之前电池的电片是塑料的 现在是无极耳的设计 所以整个面上都需要导电 就采用了这种的设计方式 特斯拉是通过在电池的侧面插入夜冷散热片 实现温度控制的 这个散热片内部是一根根细小的管道 每两排插一片 更大的电芯 意味着散热片的密度就会降低 对于热失控是一个挑战 这里也看出了热管理系统热泵性能的重要性 这就是与底盘融为一体的电池包 也就是电池上老马介绍的structure battery 我们可以看到相对于之前的封装方式的改变是巨大的 首先散热片是横向排布的 这样冷却液在电池包内部的形成就更短 这是2170电池包的四个纵向大模组 模组中液冷片是纵向布置的 之前业界猜测4680电池会像Lucy Air那样采用 在电池的两端进行散热温度控制的方式 看来是压不住 而且会增加厚度 因为最新的structure batteries 与底盘是一体化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电池两侧预留了相当大的 在极端情况下侧面碰撞挤压的空间余量 底盘做了后装甲的保护 另一个非常大的改变 就是之前的电池用的是铝丝焊接工艺连接的 这次采用的是这样的结构 直接连接在金属片上 只是不知道使用的是Tekbonding粘合封装 还是Wirebonding打线结合封装 如果是粘合封装的话就更简单 效率更高 就是用导电胶水粘合 打线结合的话还是需要使用到激光封线器的 只是不需要使用金属线了 当然还是有个问题 就是这个融丝点的熔断能力 从2170转化到4680 容量增大了5倍 对于单个电芯所承受的额定电流和熔断电流 有直接的影响 特斯拉利用了母排的引脚 直接把电池和管理系统的采集板连在了一起 这样做的好处当然是生产组装效率更高了 但在单个电芯热湿控的情况下 会不会影响排气 影响热量的释放 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特斯拉为什么一直采用圆柱型电池 这里边考虑的不仅有成本和生产方式的便利性 还有更多考虑的是热湿控 我们拿长方体结构的电池来举例 当这样的电池温度急剧升高的时候 这样的结构很容易将热量传导给周围的电池 它会向两边向四周膨胀 单个圆柱体的电池 跟周围的电池接触面积就非常的小 相互影响就小 而且圆柱体的结构非常的稳定 单体出现问题 压力可以向上排出 所以看到最新的金属片的封装结构 我也是担心会对电池的极端情况造成影响 但相信特斯拉的工程师应该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圆柱体电池以及这样的封装方式的另一个好处是 像罐头一样 开盖即使 这样的简便封装方便以后对电池的回收 另外这次的图片中并没有还氧树 只焦的填充 我不确定这是为了展示 方便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而没有注焦还是以后就不注焦了 不灌焦的话回收会更方便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整个电池包的右侧设计了7个左右的卸压阀 之前只有两个设计在电池包的后部 这就是卸压阀的结构 新电池的左侧没有卸压法 可以看到特斯拉对电池包的热失控管理还是做了很多的更改设计 因为是structure batteries 现在的电池包的上部也就是直接就是地板结构了 我们可以看到横向的安置了一根4个不同高度拱起的结构 这应该是之前横向高强度钢的横梁的结构类似 这根钢是全车最硬的钢材 以确保车辆在横向撞击的时候 电池包的完好不受挤压 而这次的座椅也直接安在了这两个横梁上面 可以说是直接装在了电池包上面 整个电池包以及底盘的车体结构就是这样 特斯拉的电池在跑完30万公里以后 依然拥有90%的容量 之前的节目里我为大家介绍过 特斯拉采用的颠覆性的创新方式生产电动车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运用 巨型压筑机生产一体成型的后车体 将原来的70多个零部件减少到了两个 使得造车跟搭乐高积木一样的简单 现在柏林生产的Model Y 还采用了一体铸造成型的前车体 前后一体式铸造车身 加上structure batteries 是特斯拉为电动车开发的承载式车身的最终形态 三者的结合实现了10%的轻量化 14%的续航提升 以及难以置信的减少了370个车身领部件 淘汰了600多个机器人 想象一下这将是多大的效率提升了 虽然生产的工序和成本减化了 新结构拥有超高的结构强度和刚性 老马说采用了这样结构的厂同车 可以拥有比普通硬顶车更好的刚性 接下来就带大家参观一下柏林超级工厂的压柱车间 这就是巨型压柱机 压柱机内部的模具 这是人类工程的奇迹 看看这些压柱件的纹路 特斯拉不但要搞定巨型压柱机 更要在能量损耗 成品结构强度 以及材料用量和安全性方面进行权衡 达到一个平衡 大家很难想象这里边有多少难题要攻克 我就说一点 要生产如此巨大的铝柱件 普通的金属是做不到的 需要在使用软金属和零件的冷却变形 之间进行权衡 特斯拉为此专门开发了一种全新的合金 来满足这些苛刻的条件 而填充这些模具需要在60到100毫秒内 将超过100公斤的700摄氏度高温的液态金属 注入6100吨压力的空枪内 相当于1020头非洲大象站在上面的压力 这还只是6000吨级的压柱机 德州用于Cybertruck的8000吨级 以及正在研发的1200吨级的GIGAPRESS 就更可怕了 实现老马所说的整个车体一次压住成型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最有可能用上整车一次压住 这个一体成型的工艺 应该是即将发布的紧凑型车 因为车体比较小 比较好实现 好吧 可能只有了解这项技术 或者是从事压住生产的人 才能够知道我在说什么 之前我做过一期节目详细介绍了特斯拉是如何造车的 当时留言最多的问题就是 这个后车体撞坏了 怎么修 能不能修 是不是巨贵 是不是特斯拉把造车的成本转嫁到了车主修车的成本上 其实不用纠结 如果这个结构都撞坏了 你还活着 首先你得先感谢一下特斯拉团队 因为这个结构在车体内部 外围有很多的防撞缓冲的结构 一般的碰撞是不可能撞到的 要是连这个结构都撞坏了 意味着车也就报废了 也没必要修了 再来看一下柏林超级工厂 据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喷漆车间 老马也是吹了好久的多层喷漆工艺 开放日展出了很多花纹奇特的车 但这些并不是这个车间生产的 只是贴膜用于展示 但这个车间确实在试产最新的配色 仔细看这辆生产线上的车 不就是老马最爱的紫色吗 它之前的座驾就是这个颜色 那不管是试产还是这个配色 真的就快上市了 你是否喜欢这个颜色呢 那以上说的都是特斯拉板上钉钉的 即将全面铺开使用的新技术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暂时还不会上的配置 首先是model Y会上可变悬架 这个传言已久了 不断有不同悬架的model Y被拍到 而且绿神也从代码中看到了适配的可变悬架 有可能是空气悬架的型号 但目前原材料和芯片飞涨 特斯拉也被迫涨价 我觉得不太可能在这个时间点上上这个配置 毕竟也是不小的成本 等芯片恢复供应可变悬架就应该会来了 另外最近在纽北赛道上拍到了新的model S Plaid 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同 仔细看尾翼是不是很特别 据说采用了Active Aero 使得车辆在行驶中能够根据需要自动调整尾翼的角度 以增加车辆下压的压力 同样的也不确定这个技术是否会用在今后的量产车上 尽管Fremont以及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model Y 使用的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于所有厂商的所有精品 但特斯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 不断革新自己 在前几天的股东大会上 老马在谈及特斯拉的长期竞争优势的时候 他没有说电池技术 也没有提自动驾驶 他说所有车最终都会是电动车都能实现自动驾驶 而真正不可复制无法逾越特斯拉的长期核心竞争力 是制造能力 是工程能力 是不断创新迭代 所以真正的优势不是你从哪里开始出发 具有哪些有利因素 或者面对何种挑战 而是你奔跑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